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着头骨的形状 做指线形式点 发气线 到耳上三明米的位置为止 采用和第一层发片相同的方法来进行操作 之后平行耳后发际线状态 45度讲提拉发片 输发片时 一定要从发根开始筋肤 整理毛发后修剪 从第二发片开始将所有的发片都拉至第一个发片位置上进行修剪 底区 从耳上分出一区 三对头皮45度 放射状提拉发片 并与轮破线连接修剪 一定要注意发际线的角度 并且要防止发际线堆积过后 与轮破线做连接 谷梁区 进入谷梁区 也同样从正中开始 以低角度提拉发片 与底区做连接线剪 以放射状提拉发片 并以若干向后输发片的方法 来进行提拉操作 和底区相同 与耳后轮破线做连接修剪 顶区后区 从正中开始 平行地面提拉发片 并以黄金点为中心 与土阳区做连接修剪 刘海 从耳上区域开始 平行发际线形状 举出第一个发片 举两绒绒中间的发片 并将此发片相对头皮领角度 长度设定在眼睛位置 并将发片相对头皮领角度 向前45度角提拉 第三发片 第三发片 设定到并角位置 第四发片 设定到耳上位置 全都向前45度 与头皮领角度提拉发片 进行修剪 顶区导线 将黄金点为中心 垂直头皮90度提拉发片修剪 之后 以顶点为中心 垂直地面提拉发片 设定中心导线 侧高骨周围 头顶 从中心导线 到侧高骨下侧的发片 垂直侧高骨提拉 进行第一个发片的修剪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确认设定好的中心导线 及第一个发片 侧高骨下侧的操作 都是将每一个发片 提拉至前一发片 来进行修剪的 修剪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片 为结合外卷划型 做适当分区 加入调染 所以 刘海区设定较后分区 并以三角形取区域 第一个发片 需三毫米厚 五毫米宽的较粗发束 并且以 每发束七毫米的间隔 来设定调染 第二个发片 第二个发片 为强调刘海区的毛发留下效果,加上片染,取五毫米发片,在此发片上侧取出三毫米做片染,由此可保留下侧两毫米的遮盖发片。 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忘了保留最表面两毫米的遮盖发片,不需要染,刘海区完成。 以耳对耳分出侧区,因前发区较宽,所以侧区做较窄区域取出操作,侧区朝向顶区写取发片,并以三毫米厚,五毫米宽的较宽发术,间隔七毫米来进行调染。 第二法术,与第三法术,也以同样方法加入。 左侧区完成,右侧区采取左侧区同样的方式,耳对耳分出,与左侧区同样的方式加入调染。 取发片时,同样要注意的是,朝向顶区,以写取发片来集体操作。 右侧区完成。 后区顶区,从屏点以下大约七毫米的位置开始,向着耳对耳的线条,分出三角形。 后区取之三毫米后,三毫米宽的照气法术,间隔七毫米来进行调染。 第二,第三法片,也以同样的方法加入。 右侧,以同样的方法加入发术调染。 再把左右两侧剩下的刚好处于中间的头发聚集到一起。 因为此位置的头发刚好处于漩涡处,所以,一定要仔细确认许的发片不要重叠。 同样,不要忘了保留表面的两口米头发作为偏盖发片用。 则,调染完成。 通过对脸周围的长度做了较短的设定,所以,腾松度位置也可以同时做较高的设定。 而且,眼睛下侧,呈现没有不松度的线条,反而呈现了强烈的立体感。 鞋牌會能碰 shelves在庄户上设定和 systems中时在收尾怎么收得最高的做这一视途和了解释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